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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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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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名字 讓後一大人來做一個主意師 本來建議 就是設置玻璃 或是石面上的可以刻制的牆面 上面刻有往生澤的名字 遠遠看著像藝術片 像裝飾的 近看著 這個翁姓的名字 讓後一大人怕他 可以來做一個 來做一個回憶的一切的事情 待會請兵藏處處長 如何讓後代指示 可以祭拜爵士 又可以堅固於狂暴 待會我們一起做回答 兵役館設置便利操商 本期在上一個會期提出 比照台北市在兵役館設置便利操商 兵役館設置便利操商 晚上可以規劃到七點結束營業 除了共操商 市民感覺光亮外 又可以提供 我們做的便利性 公園這就是說 我們說一幕前 你家修如果在那裡 你要做什麼 營業 但是外面 那邊 分化就在你修代替了 那邊就用這個營業 在那裡 當中在空 要做什麼 不然 如果沒有那個點太多 但是那些水很淺落 那不是說也不好 你最起碼 你也用一個東西 帶來一個櫃子 放的 來保護保險的東西 但是它附在那個空氣中 空氣中裡面 還有一些這麼的粉燒 這麼的煙 更方便的對不對 其實 一個在修養的人對不對 但是他飯飯糕了 你也要車 你不車 你不車 你也要跑出去 這些都算時間的嘛 都有看時間的嘛 反不及其 這個情緒對不對 第一點美觀 第二點心理健康 第三點食材的問題 很多問題 雖然是小小的東西 但是那邊出入人很多 而且參選一些 我們是不是說 做這個用超商 要用各方面的地方 來做一個改選 當然 我們對外面的 這些檔 就看你用得好嘛 我們那邊做得好嘛 安全衛生 使用得好 我們也是一樣歡迎 也不是說做超商 他們要做他們也可以 台北第二兵議館 超商進出之後 讓人感覺明亮又方便性 又提供冰藏物品的判數 冰藏的東西 有時候要欠一個人 哇 這是風修啊 對不對 你欠一個人要怎麼 不得那招數 好好貼 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們可以 做這個方便的出力對不對 也不是這個 來取得很好的 輸客方用 你要看這個有度 這一個超商 擺設 尤其旁邊那個架子上面那個 這是冰藏用品 設置便利商 可以方便的人 也可以讓民眾 減少冷冰冰的音樂 感覺 請那個 冰管處長說明 目前執行的進度 預計何時可以完成 等一下一回答 本時常常聽到利用六個塔 來詐騙的情形 有啦 真的很多 真的 這個屬性的買起來 你們要用就有啦 什麼也有 不是提示就要買啦 冰藏主委 這個管理公務區 現在 二十倍做的六個塔 建議他的 塔尾的經營 又用塔尾 他沒有出的塔尾堂 是 未進塔的經營 東洋公務區 應該確實 掌控及 脊落 易用 或可用之 墳位 墳墳 墳 墳 的情形 當然 不過剛才 我們說 大家人生 健康這條路 都要用到的 但是我們說 有要用到的 但是要去 10、30人都沒有 當然我們 可以去的 也是拜託的 這些救援的 對不對 有來 因為學生以來做的處理 當然 就是說 怎麼做的 才能夠符合 社會的期許 對不對 怎麼做 還可以說 讓我們這些市民 要可以 我們便利 應該外面有的 資源 有的 設施的 我們也是不是 讓他做的考量 還可以說 還可以說 我們的市民 依想跟秀的價格 我了解 就是我們的市民 對不對 如果我們 我們高雄市 有優惠 看大家打幾折 當然 這就是 對我們高雄市 本身的市民 算是 算是一個好年 就對了 當然 如果我們公司法律 照相 也是照應規定 繼續去那裡 不然 新兵館促進健全 大高雄 墓震系統 確實整合 管控分別 以不同顏色標示 以美洲納布塔 的塔會 公墓區 墓位使用情形 提供民眾 公開透明的資訊 剛才今天 公佈點點 進行都會區 限制高雄的都市的發展 如今全障其成 遠比原延期化提早完成 有擴大土地 可以規劃運用 例如新建停車場 禮宜廳 後期公共設施 提供市面的使用 當然 就是說 寫瑞 farming 該到這裏 看不到 仍然 滅銅 沸揪 pected 安排 碰 enterprises 如果是用到千里百里 百里是不是会参与控制的经营 这些要做什么的利用 以后的分区要变境 要变境是什么分区 应该看这个属性都有一个复案 等于这一会儿 秦宾馆处处长说明 潘雅金的潜账升级结束后 牵制土地的运用 冰葬处未来如何规划 请说明 等一下 本市以前去返营 冰区馆的冯馆路66巷 每年轰过年的清明节等 节日人潮车潮造成的交通混乱 像图片这样都是停车塞车 动线很差 所以说一团乱 有效如何解决过年的清明节等 节日人潮车潮造成的交通永塞 这种现象已经非常久都没有解决了 请说明如何有效 来改善交通的问题 医院推出宾馆行为后续应用的方针 根据本市了解的 明年106年开始的医院 将退出宾馆行为 不再提供礼仪式 冷冻柜 让医院专门做医治的工作 当然他们才退出 对不对 但是你之前的浓冻柜 这浓冻柜的浓冻柜 各方面的设施 到底有没有 这些便宜 做成更多的便宜 那些浓冻设备 但是你如果这么处理掉 但是你配套措施做不合适 代替大体的放在哪里 我看这也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所以希望 就是你们从早到早到早 一起回答 要怎么去规划 要怎么去才能容纳全部 高雄市的大医院 有殡葬这些的医院 他们不能再从事这种行为 只是从事医疗行为以后 那我们的殡葬处如何来善后 这个区块 包括他这些人 他说有的利用 要怎么做一个吸收 医院不再提供 L1的宾馆服务 民众的需求没有减少 预期出现 李医师的冷冻规不足的现象 请兵馆处处长如何因应 其民的医院不再提供 兵馆服务所产生的现象 天然燃烧的库舌 会造成空气的污染 影响民众的生活 观感也不佳 这就看热到前面 但是现在有了你绿 绿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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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 所以呢 就是 你突然登 你刷一刷 你替开舌亭 要带它去拖延 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情形点 尤其抗地 比拼拼处在时常发生 这产生的污染 非常严重 目前宾馆处只用四座 款保库前乳 不够民众使用 落天燃烧又造成空气污染 情务宾馆处处长 高雄这些困惑 扩庆楼上不足的现象 是要如何应用的规划 来满足我们世面的需要 那边政局 我们的基层建设科科长 局长我跟你说 你以前选择过来 我经常听 我们的早上 我们都先回到 早上哪 因为厅里面 富大的就是主宣会 但是厅是民政局一关的 你以前选择过来 但是他富大 之前认为我们选择过去 我还记得我们选择 那世纪的厅 真的很许择 但是他有做主宣的 不管他规模大还是小 大厅的 人家政策有没有 我们都看过去 在世纪的 市场那些委员没几个 你也带 那个副局长去参加 所以我感觉 以你的精神 来经营基层 对基层的 一直走 所以基层发生什么事 是大厅 大厅主持人机关 发生什么事 你终于了解 让一人而绝 一天应该管 包括你现在这民政局长 还是操了这个目标 再努力 所以因为你的制裁 有的带着你一些部署 包括我们的基层建设科政科长 也好 我们的宗教理学科 对不对 那个蔡科长 对不对 他们都亲身 本人就做出力 都跟着你的脚步在做 我是觉得这个现象 一些主观 可以 本人亲身体了解的事情 要可以 对国防区企业民的索业 对不对 要让人认得很久 我感觉是真的不错的 尤其 整个时间的 我们想到 那个就是治療嘛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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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对不对 他就是有时候 公司来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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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们一直在加强 本身的委呰 是对你们这局 这非常均定 来 我们来回答一下 好不好 请导 那个 库长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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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的成效其實還不錯的就是我們的肅沙障 肅沙障成我們的樸園 我們現在有兩個所在樸園跟第三 你只有兩點不得 我現在在說的意思對不對 就是說如果你的材料 一年兩年 還是幾年後 你還有一個改變 我現在在說的意思 你讓這些樸園 他的家屬 不用去追思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和局長都帶我們去 包括國來和國外都在參觀 確實像議員說的 有的是做一種牆壁型的藝術光雕 或者是雕刻這種 以我們現在所在的 像白鷗那個人現在都做到 人這個空間都沒有了 他們怎麼做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未來也想想要這樣做 像去參觀白鷗 要這樣做 我們的樹沙障這個人 我們希望說 在樹沙障的附近 我們來種一些相思樹 或是叫紅豆樹 當球生出來之後 它會結紅豆或者是相思樹的果子 我們用一個包裝 特別包裝的瓶子 把它整個 請網站的名字 帶的 直接送去家屬那裡 讓他做一個 這也可以當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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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差不多到12月底 還給他種 迷你可以當 圓月可以當 正式營運 來服務我們這裡 上家民眾這樣 來就是說 有關那個 詐騙納骨塔的事情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公家機關的納骨塔 沒有詐騙 因為我們沒有預約 我們只有說 你有失望 然後有死亡證明來 我們怎麼可以讓他立塔 沒有 來 楊文昌 我現在說 你是目的事業管理主管 機關 納骨塔是處理你們的業務 我現在說的意思 對不對 就是說 你擲這個 掌控的好使 你的業務 要讓詐騙你 說這個市民受損失 是不是這樣 但是 他什麼市民受損失 就是納骨塔的好使 你的行政管理 你要用好使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之前 前年初中 都會推這個 募鎮系統 就是我們28期 對 這有提供的 因為你這個系統裡面 目前最近 我們要跟他 完成了 到時候 這個管理上 我們會透過系統的監控 不會有什麼問題出現 再來就是說 這個副頂鎮的進度 我跟議員報告 因為議員一直在關心 負負負責指示 說 要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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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議員報告 我們目前的進度 實境進度是超前的 當然以前的執行率上 還沒有到達 那個標準 是因為 有請你的來自 最好 再來就是說 要改革六百項 這是我們的城市乘客的問題 因為六百項那裡 很多輸人 進去都有高警 今天出場 做成大家 議員朋友也在把我們指教 給我們指教 說我們那個交通通線 因為我們的腹地 就是6.6公頃 所以我們未來 我們跟局長 都 我跟局長報告 說未來有一個願情 就是我們要把 打在那裡 45公頃 添了 我們會掛差不多3公頃 下來 究竟我們會來開招 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 到年底 我們會先開招 200的停車場出來 我們這個 一個Course已經出來了 先解決這些問題 沒關係 你跟視頻打招就好了 你請問 請問 我剩10美女而已 我們說 必須有事對不對 我們現在公車 已經開放了 民營了 現在 我這麼說 公車的手機跟工藝 現在 他 必須處 必須處 好 必須處 必須處 我們家 主席 這是 很難的表 他有點意 對於 現在 目前 安慈做法 我們 主席 來 請到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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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公車處 民營化之後 我們相關司機朋友的 移撥情形 我們現在都已經完成 移撥到各局處去做相關的工作 那都是 之前都是 都安置完畢了 對都安置完畢了 對 因為也好一陣子 好 沒問題 議員謝謝 謝謝 向各位報告 今天 議員的質詢 就是 請來個局長 科長 隨問隨答 我必經過主席同意 第二天 如果要去便宋方便 即時 就出去 然後再進來 繼續 我們再請 劉勝正議員 質詢15分鐘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民政小組的各位首長還有主管 首先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這個演考會 劉主委 劉主委 因為這個百姓的反應啊 民間對市長市政的一個滿意不滿意呢 我想演考是關心得很大了 那你對這一次地價稅 你認為老百姓的反應是怎麼樣子 請劉主委答覆一下 請劉主委答覆一下 你認為這合理嗎 當然在 我從媒體上有看到 就是說 也很多人認為說 漲幅很大 但是 我個人是認為說 因為 以前的地價 假設脫離市價太遠 慢慢 逐漸調整 這個方向 劉主委 你認為 在經濟不好的情況之下 政府地價稅這樣大幅的調整 對於整個社 整個經濟的發展 地方經濟的發展 有幫助嗎 你認為會不會是殺雞其軟 也許對 對從這個角度是 但是 市價 任何時候調整 大概大家都會抱怨 市價 價格 有些是 一些炒作 但經濟不好的情況之下 地價呢 地價稅 不應該 隨著這些炒作來調整 來增加老百姓的痛苦 我想 尤其 這一部分呢 我們研考的應該要提醒 我們相關的局處 尤其提醒市長 尤其 調幅上 更不能這樣 那麼大幅度的調整 你認不認為 高雄市的調整 在六都裡面 其實是比較居中 在中間 所以我們會很謹慎的去考慮 局長 別的地方是別的地方 我們高雄市的 目前 服務業的發展 服務業的情況 你認為 你認為怎麼樣 你認為是適合 在這種情況之下 然後呢 因為服務業很多都是租的喔 他的營業 他都租的喔 租的話 是不是租金也會跟著調整 有些飯店業 他已經講出來了 他要 他做不下去了 乾脆關掉算了 對不對 尤其在我們高雄 這種情況之下 路客又不來 有些 像那個85大樓 那種賣租寶的 一個月的租金是多少 你知道嗎 像這些他做得下去嗎 對不對 像這些 這樣一調整的話 我想我們很多的 你不認為這樣做下去 這樣下去的話 會讓我們很多的服務業 做不下去 這個我們會再來討論一下 但是 以我現在看 我們現在自用的住宅 平均增加是 這個365元 365塊 所以 對一般自用住宅的住民 也許這個影響不是那麼大 但是剛剛講到這個服務業 我們會再來 對啊 服務業部分 是不是要特別思考一下 尤其他在營業的場所這一部分 我們這樣大幅度調整之後呢 是不是會影響他們的營業 因為這個 這個幅度是相當大的 好不好 主委 這一部分我是希望說 我們有在做營業場所這一部分呢 是不是能夠去考量一下 不要增加他們營業上的困難 好不好 謝謝 是不是請主席 是不是請那個 齊美區的幾位區 幾位區長進來 哪一位 各位區長 六歸美農賈仙三寧 內美 幾個區的區長 好不好 這個劉深圳議員所指的區長 全部進來 好 被他指定的區長請坐 好 各位區長 不好意思 讓你們 好 請坐 原考會主委 你認不認為 縣市合併以後 你認為高雄縣 原來高雄縣的百姓 是認為說合併以後更好了 還是合併以後更不好了 你認為呢 請劉主委答覆 跟議員報告 那我只能根據我做的民調 其實從民調 縣市合併到現在 其實是肯定的是增加的 好 請美農區區長答覆一下好不好 你認為我們縣市合併以後 我們地方的百姓反應是更好嗎 如果以整體市政建設來講 應該是正面的 好 我們請那個 鍾炳光中區長呢 報告議員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的建設經費都在增加當中 李區長 報告議員 以整體的市政滿意的話 我們是有提升的 好 陳區長 報告議員 在整體上來講是有提升行政效率上面 還有一些工程的一些品質的部分 好 內門去 內門去 內門 那我請問各位 現在的你們基礎建設經費 跟縣市合併前是增加的嗎 你們手上分配到的基礎建設經費 是比美農區 是比美農政更多嗎 有沒有 請縣市長答覆 如果說是以 那時候因為 你只是給我答覆 有沒有增加 沒有 合併前和合併後部分 因為有不一樣 因為說 合併前的部分 縣市 縣政府都會下收給鄉鎮公所 那現在 合併後 我們的主要的大型建設 都是在市政府局處來執行 那 當然 我們現在區的部分 合併前跟鄉鎮是 我們現在資料是比較減少 好 你們都請坐 好 當然 在這裡你們不敢講實話 但是縣市長和答覆已經知道 縣市合併以後 我們的區 鄉鎮的預算 比我們現在縣市合併和區 多太多了 也就是說縣市合併以後 我們的地方建設經費 是大幅減少的 好 因為呢 從我們經常發現 要請區長去做某些工程的時候 都沒有錢 都沒有錢 剛剛縣市長所講的 有些工程 我們市政府會做 但是呢 以前縣政府也在做啊 同樣在做啊 對不對 從 局處的市政報告也好 我們都會看到 我們都會看到 尤其他們幾位 六位所在的 區的建設 包括過幾處的關心 都沒有 這一部分啊 我請 劉主委啊 多發心思一點 現在 可以了 你們六位 我主要是要 突顯 我們的這個 這個地方的建設 政府的嚴重不足 我們劉主委呢 要注意這樣的一個情況 不然的話 市長任期借滿 現在民調很高啊 那是衝著市長的人氣 但是 老百姓底下的不滿 那是非常非常高的 認為縣市合併以後 對高雄縣市沒有幫助的 這種聲音非常多 那區長 區長問完了嗎 好 區長可以走了 區長出去了 你們看一下 主委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六歸的 我在這邊議會裡面 講了很多次了 我不曉得 每次議員在議會質詢 講的有道理的 沒有做的 會影響市長的一個 市府聲望的 我們研討會有沒有去注意 我講了很多次 這六歸的賞沒不到 政府麻痹啊 講了多少次啊 這是我們 我們召集人的故鄉啊 福田喊地沒用啊 百姓只好自救啊 每天每年四五萬人走的 我這邊喊了多少次 百姓只好自救 你看一下 自己 百姓自己去找怪獸 一年多來 連動都不動 這就是我們現在高雄市政府 對齊美地區的態度 老百姓自己在施工啊 已經自己施工了幾次了 建設經費有嗎 這條路也就是我們沒有建設經費啊 都沒有去動啊 一年多來 我們去發展六歸的觀光是這樣做的嗎 哈 劉主委 你思考一下 老百姓在施工 哈 他是用 最土的 古法 老百姓呢 自己 用古早的方法呢 再 再把這個道路啊 崩落的道路呢 自己在 動怪手 用木頭 自己在做 哈 我們對得起老百姓嗎 沒有錢啊 哈 但是 不要忘了 劉主委 我們高雄市政府 光是 今年的預算 在六歸的殺死標售款 就一八千萬收入啊 哈 雖然說我們 我們可能會講說 我們在六歸 六歸未生成 我們有做 但是中央在補助啊 哈 有很多 包括地方的老百姓 老人家的照顧 要送餐給老百姓 老人老年人 讓他們有中范 中范 有人關心 好 獨居老人 有時候錢都不夠啊 哈 哈 對不對 你看 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的哈 他們經過修了以後的 一個一個情況 用百姓 用古早式的工法施工 哈 一年多呢 本來四五萬人走的路呢 哈 你看 他呢 也想到說這個水啊 到時會會貪方 也做了一個一個一個水管 哈 對不對 我們想想看 這個啊 哈 我在議會講了多少次 一年呢 連動都不動 真的是麻痹啊 哈 哈 這樣可以嗎 哈 哈 這是我們每一個區 經常 要跟他們講說 要做哪一條路 哪一條路需要做 哈 你看這做好的情況 哈 對不對 對不對 只花了 只花了 不到三十萬 最近做好了 哈 哈 讓老百姓有一個好走的路 有那麼困難嗎 這是他們做做好的路 有那麼困難嗎 哈 哈 是不是 像這個也是一樣啊 這個被占的道路 哈 沒政府狀態 區公所也沒有錢啊 也沒有錢去做啊 有沒有錢去施工啊 剛剛說什麼建設經費比較多 他們敢在這邊講嗎 敢嗎 當然不敢講啊 哈 如果再這樣下去 市長任期搞不好到行政 當行政院長之後 留下來的 不好的評語都是我們 我們在場 好我們所有局處長的責任 將來 現在民調很高喔 那是市長個人的聲望 哈 我希望啊 研考會啊 要特別注意 好要特別注意 目前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不好 好 研考會 好 接下來因為時間關係 那個 因為這是美農中壇非常人氣非常旺的一個廟 這是他的廣場 好 這是 這是他的廣場 因為啊他這裡啊 這個民政局長張局長 這個我要請你幫忙 這部分啊 他是屬於國有地 好 這個廟呢他已經蓋了 大概八十年了 這可以說是中壇地區呢 人區最旺的一個廟 很多老人家呢 都到這裡來 來做休閒 都聚集在這裡 好 都去 都到這裡來找親朋好友啊 都時間到了老人家都會來這裡 那這一部分呢他們一直想 是不是 國有財產局也不可能有其他用途嘛 是不是 就是我們民政局呢 來協助聯絡國有財產局 他們想 這一部分啊 想要 把它購買起來 來做更好的規劃 這一部分呢 局長我們可不肯呢 好 請讓局長答复一下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劉議員 我想這間廟我都去過 那旁邊還有很好吃的龜啊 所以這個我都去過 那這個部分 我先來請我們的同仁 我們先去會看了解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來盡力協助 看是不是能夠跟國有財產局 進行協議架構的部分 因為我想這一部分 如果說民政局來協助的話 可能讓這個可能會比較快 而且他們在未來做整個廟的規劃 休閒環境的規劃上 也可以做得更好 好 我們來瞭解一下 好吧 這個要謝謝民政局 張局長 還有一個 局長剛剛 本來還要請教一下 我們三菱區的這個 好 兩分鐘 那這個就是說有關於 我不曉得 我們張局長知不知道 目前我們三菱區的 那個小林的 小林社區的那個 那個多公門 活動中心 目前呢 我們三菱區公所 跟那個社會局的 那個管理單位的 的那種 那個協調 目前情況是怎麼樣子 是不是請 局長答覆一下 好 謝謝主席 也謝謝劉議員 這個案子我們很清楚 那個當時其實是我們 爭取經費來勤建的 那是當我是社會局局長 所以這個案子 其實已經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已經由副秘書長 已經由秘書長 親自開會主持指示 那這個部分未來會由社會局 來做經營管理 好 是 因為到目前為止 雖然現在已經社會局長 請坐 雖然是以社會局來管 但是目前為止 那已經蓋好了 差不多有將近一年了 水也沒有 然後呢 什麼東西都沒有一直擺在那邊 本來我一直在想說 這個老百姓也是覺得說 到底市政府在幹什麼 什麼東西蓋好了 也擺在那邊擺了一年 所以這個東西內部的協調 劉主委你也看到了 這個都是我們內部的問題 剛剛我講的那個道路 也是內部的問題 事實上 如果說 法治局長 如果是這條路 這條路 有人老百姓認為說 做案子是怎麼沒有錢 我自己老百姓來出錢 請美農區公所來蓋的話 有沒有違法 請法治局長答覆一下 因為老百姓已經講說 你沒有錢 那我自己來出錢好了 但是我沒有公權力 我不能做啊 可不可以有沒有違法 請法治局長答覆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如果他是要捐贈給政府 當然沒有違法 蛤 他如果要捐贈給政府 由政府來蓋 當然沒有違法 好 謝謝 謝謝 那个严考卫主委 还有那个民政局长 六规奈条路 反应议员多 没有去处理 人家百姓就自己出钱 就做得那么好 你们最基本的 也要去跟他们卫罗 去跟他们颁奖状 去跟他们照顾乡名等等 你手上要有一个动作 你不能说爱钱没钱 人家做好 不跟他们感谢 这个也是要感谢人家 这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所以人家刘胜正议员 讲的是有道理 六规 当政府没有人出钱 看谁出钱 去跟他们加免 去监督科长 你就要去关心 你监督什么 你要去监督 这个也要监督 事后 那个严考卫主委 对这个要严家 跟他加许加奖 如果万年还有派人 不要让他们出钱 我们政府那个钱 就才几十万 几万嘛 那么善后的修补 我们就假讲 不要再给他们花钱 好不好 好 以上 好 接下来我们请 陈正文简范中议员 联合执行 三十分钟 谢谢主席 我们民政部门的 市府同仁 以及我们议会的同事们 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 媒体记者先生 大家早安 开始咨询之前 我想民主处长 已经开始在笑了 知道我要问什么 我想 昨天的自由时报 我们可以看到 新南向基地 总统点名高雄 决策协调会议定调 这个总统召开的决策会议 不止陈局市长到了 我们副市长使者也到了现场 做了一些详细的报告 那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一篇报导 中国客少来了 东南亚旅客 手破百万 都是同样昨天 所以我们现在 整个新南向的政策 尤其在昨天 美国总统大选 结果出来之后 TPP 可能无望 那未来我们 台湾的新南向 政策 总统 要以高雄为基地 高雄准备好了吗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觉得我们高雄 在做城市外交这部分 跟台湾一样 都是一样 重北侵南 在整个亚洲的布局 我可以看到我们高雄 针对日本或韩国 我想市长也刚从韩国回来 我们都着重在东北亚 那既然要新南向 以高雄为基地 我想请问秘书处的处长 我们高雄准备好了吗 我们在东南亚的姐妹城市 大概有几个 那待会一并请处长回答 我们未来是不是有规划 在东南亚这些城市 可以有姐妹市 预计 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那还有我们是不是有 这些城市高层的互访 那未来我们在这些城市的互动上 我们为了因应总统的新南向 我们高雄做了什么准备 我们预计在整个高雄市政府 在新南向政策 我想秘书处是整个高雄市政府 国际的部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门 也负责我们高雄市整个姐妹城市的一个行销 所以我们未来不只是农产品 不只是我们的产业 我们未来高雄市跟这些东南亚国家 不只是国家 这些东南亚的城市 有没有什么新的政策及规划 请处长做个回应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对我们新南向政策这部分的一些问题的关切 那先回复议员就是说 因为新南向政策事实上在市府 是一个跨局处的一个 重大的一个政策方向 所以我是警救我这部分姐妹市的部分 跟议员做报告 那目前我要先跟议员报告 就是说其实高雄跟姐妹市的关系 并不是只有着重在日本或东北亚 事实上我们在东南亚 如果因为新南向实际上有18国 如果把纽澳也算进去的话 我们新南向事实上是有三个姐妹市的 包括我们菲律宾的树雾 越南的县港 跟澳洲的布里斯本 那实际上我们这三个城市 其实往来非常的密切 尤其是我们跟树雾还有跟县港 其实我们姐妹市已经有46年了 1970年历节姐妹市到现在这样子 那透过9月份的这个全球港湾城市论台 等于在盘点了一次 我们跟这些姐妹市的关系 是不是够坚强 那这两个城市其实都派出了 相当沉洁的首长来访 包括我们县港市副市长来访 那树雾本来是市长亲自要来 那他因为城市有些紧急的危难 所以他派代表 然后他也特别写信跟我们的市长致意 所以我想我们跟树雾这边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坚强 那为什么可以这么坚强 是因为我们这46年来不间断在做交往 包括他们在 包括他们曾经遇到过灾难的时候的医院重建 包括我们的公车的捐赠 消防车的捐赠 各方面其实我们的往来 其实一直都在保持一个一定的温度以上 那针对议员所提寻的 包括说新南向之后 高雄是重点发展机 到底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那我跟议员报告 这两个姐妹是我们预计在明年将会重点的请她 由邀访她们到我们高雄来 针对我们高雄这边所准备好新南向 不管是在教育方面或者是在产业方面 我们期待这两个姐妹是可以率领相当层级的 一并来这边做一个双向的交流 就像今年9月份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布里斯本的市长 他就亲自率领了30多人的访问坛 到高雄来做洽商会这样的模式 那我们也希望针对输务跟县港 有这样的邀访 那因为其实这一次港湾城市论坛当中 有相当多的东南亚国家来 都提到了航线的部分 还有教育的部分 那我想之后其实这是最快进行 因为产业你还要必须各方的评估 可在观光航线或者是这个教育 包括我们县港的副市长 他到我们的小学去参访 非常非常的骄傲 他的母语在高雄这样子被呵护 被这样子一个杂根的一个动作 所以其实这个观光跟教育的部分 还有人道的互相交流部分 是我们其实可以 就一直都在进行 然后也可以跟人家加速进行的 那以上跟议员做报告 谢谢 好谢谢 我想MU处长这个职位 自从陈处长来的确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们可以看到高雄市政府在现在在许多的 其他国家的姐妹城市的这些贵宾来访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高雄特有的农产品来招待这些外宾 那在我们出访的时候 我们也常常把我们高雄的特色给展现出来 我想未来新南向高雄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不只是秘书柱 我想其他的局处本来今天也要问民政局 我想各个局处都必须做充分的准备 那接下来我的咨询就到这里 接下来就请简欢中简议员 好谢谢 民政部门各位市府官员大家早 那我想我第一个议题还是 针对在今年11月26号就是高雄同志大游行 那我想在我当选议员的第一次的市长总咨询 我提出了一个伴侣登记的想法 那我想这其实是在冲撞整个台湾的一个民法 那我也感谢城局市长跟民政局 愿意让高雄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实施伴侣登记的一个城市 那紧接着让我们看到 有接近十个县市政府也跟进 那在前几天又让人家更振奋的就是 婚姻平权又往前又迈了一步 立法院的民法的那个修正案已经通过了一读 好 那我想在今年的10月 其实台北市政府针对10月份的一个同志邮行 他们市府有一个做一个表态 他们就升起了彩虹旗 那接着桃园市政府也针对整个同志运动 他们市政府晚上用光调的方式 把彩虹旗的图案打在他们市政府上面 然后紧接着台中市政府也在他们的行政大楼身上的彩虹旗 那我想针对11月26号整个同志大有请 我想问一下负责听事管理的我们秘书处的处长 刚我们市政府有怎样的因应的作为 请处长做一个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检议员 有关于这个从事大游行 刚我们市政府可以配合的行为的一些主张做法上面 高雄一直本身我们就是个移民城市 所以我们对各种的认同都是尊重而多元的 所以关于这部分 其实我们会来配合民政局他整体的作业来做规划 甚至我们希望一旦确立这样政策方向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做法可以更活泼更有创意这样子 那据我所知事实上台北市议会挂起 事实上啊对不起台北市政府挂起 事实上是经过议会同意的 对那我想在这个相关的一个更外显 更活泼的一个作为上面 我们需要去再去跟争取更多的支持跟认可 那一旦支持认可确定这样方向可行的话 我们会有更活泼更有创意的执行方式 那跟议员报告谢谢 我想拭目以待 因为除了议会认可之后 像桃园的话我想那也是在执行一个市长的意志 不然不可能晚上会在桃园市政府有一个光雕的呈现 那我也期待市政府在今年的高雄同志大游行 有一个具体的因应的作为跟方式 好接下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我知道整个高雄的道路命名都是游民政局去召集一个道路命名小组来做一个道路命名的规划 那先来看这个 这是台北中和永和有时候傻早会分不清楚 这个是没有在都市规划过的一个中永和的一个道路 那这篇文章其实几年前在网路上就已经很流传 就说永和有永和路 中和有永和路 中和有中和路 中和也有永和路 可是彼此却没有连接 那永和有中正路 中和也有中正路 那中和的中正路到底有没有连接到永和的中正路 因为两个是临近的区域 那再也有中山路 然后两边又有中山路 那接着我想如果有在台北就学的这些官员民应该知道 其实永和中和其实会让我们外地的住民去那边的话会很困扰 包括说他秀兰桥 永福桥 福河桥 下来接了路 并不是他相对应的 好 所以道路面其实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问题 其实有些我们去一些地方都会有一些问他 不晓得说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去走 他应该是这样子 可是往往我们会找不到 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美术馆 美术馆是一个内慧皮特区 他是在民国八十几年那时候重画 然后接着八十几年他就开始慢慢的建设 那他在北高雄来讲的话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包括说他的树木他的道路他的招牌 都要有严格的限制 可是他的道路命名 我们以一般人的逻辑来去看看有没有问题 好 这是美术馆那我北边的话就是往这边 这是东边西边南边 美术馆的南边就是美术馆路 好 美术馆的东边是美术东二路哦 再来美术馆的北边这边是美术北五街 这边是美术北山路 那这一条呢 来 我问一下那个富吉行政科杨科长 你觉得这一条要叫什么路 给袁博哥 较输还是要照编定的方法 这条路我们可能会变成美术北一街 美术北一街 依照顺序来说 好 科长谢谢 你答对了一半 这条路北边 往马卡的方向叫美术北一街 往中华路的方向叫做美术东七街 这是我们美术馆现行道路 然后再来 那这条路叫什么路 来 那个 文翠科长 这一题给你回答 回答错没关系 按照你的逻辑去推 来 请那个刘文翠刘科长 没关系 你就按照你 美术东十一吗 这美术北一 美术北三 美术北五 这条叫什么 美术北七 谢谢 请坐 好感知我很庆幸当初到命命名小组那些车也很英明 住美术馆都很优秀没有北七 这个叫美名路 住美术馆的人很聪明 然后再来 这边是美术东二路 这边是美术东四路 这边是美术东六街 那这条 来 麻烦过去当过古山区长的陈苏帆副局长 这一题给你回答一下 你觉得这一条叫什么路 一宗的直觉啊 美术东六 我给你 一宗的直觉 东六吗 美术东六路 南五街 那这边是美术南二路 那这一条叫什么名字 这一题留给局长好了 局长一宁的直觉 你觉得这一条要叫什么路 这对错没关系啦 东四吧 南四 好 请坐 这一条不叫美术南四 这一条叫 龙水路 所以如果说我们用一般人的正常的逻辑去推这些路的话 尤其又是在我们美术馆特训 其实 真的会搞不清楚 那接下来 我要讲的是 好 这边有一个龙水路 那这边又突然来一个龙水一街跟龙水二路 那这边都是我们所讲的美术馆特区内围匹 特区里面的一些大陆命名 那这是从八十几年一直命名到现在 那紧接着 这是国立高雄大学 他这边从大学一路大学一街一直编到二十几 我一直很担心 新市政的开发 我觉得大陆命名真的要去重视 然后要有他的逻辑性去推 我很担心这个新市政 未来会不会成为大平顶 过去我担任民政局主义民委也知道 大平顶的路 那又要想要吹 大平顶让平顶一街到二十几街 也是完全杂乱无章 没有逻辑性可言 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 是不是 请局长来一个简单的回应 是不是 或是未来道路命名的话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适当的检讨 请局长回答 好我想谢谢那检议员 从身份证大到驾照他的土地所有权赚 户口民部 整个户籍系统的更换 那是一笔很大笔的钱 可是我比较期待的是 我们慢慢的走进现代化 那其实有些路民的部分 尽量配合整个都市计划 让外地来的民众也好 我们在地的民众也好 去找的时候可以比较好好找 有他的逻辑性 好 那接下来我有一个调节委员会问题 等一下也要请民政局长做个回答 这个是一个调节委员会的现场 那主持的是一个A调节委员 那有一个当事人嘉义 他们两个有纠纷 当事人嘉拜托那个区公所的调节委员会的B B调节委员 跟他一起陪同调节 我不晓得这样可不可以 同一个区公所 同一个调节委员会的调节委员 这样的陪同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在调节的过程中 调节委员B 把A主持的调节委员赶走 他自己来主持这个调节 这样子会不会失去公平性 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又发生了 等到调节会结束之后呢 这个调节委员在调节的当下 才发现这个当事人嘉义 跟他是邻居 所以他又告诉这个当事人嘉义 未来你在调节委员会上面 你要跟你的另外一个相对人嘉 如何的进行公访 那这样的调节委员到底是不是 请局长做个回答 我想针对议员所提的这个案子 我们会进行了解 那看是不是如果有任何的弊端 或是任何的不法 这个部分我们就会 依照应该要有的程序来进行办理 我想这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案件是这样子 那细节部分我会再跟局长这边做一个报告 好 那接下来也是要请一下民政局局长 就做个回应 就是有关于奇经零水工这件事情 因为我在过去这几次的整个咨询 就包括从三分一年以来一直到现在 针对奇经零水工的问题 我一直请民政局这边可以给妙番多一点协助 那我不晓得这样子的快两年的时间下来 那民政局这边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进度的掌握 那以及未来零水工他们所要面对要处理的事情 的相关今天是不是可以在 今天的那个民政部门咨询的时候再做一个回应 那请局长回答一下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前议员 这个跟议员报告 零水工的事情 的确是拖了好几年 那这中间其实是有一些历程 包括其实我们要整个给国有财产局 那国有财产署那边去签合 然后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免拆 然后能够做这个规还 所以在整个文书晚反上面 因为跟中央单位 所以我们有慢了一点 不过也跟议员做个报告 目前这个案子我们已经上大签给市长 然后签缝假案跟乙案 然后也会跟市长做报告 那目前我们也 市长事业已经回问 已经签缝了 那接下来我们会正式上大签 然后只要大签完毕之后 大概整个案子在府内的部分 就会完成 那我想问一下 你说你们成贾案跟银案 市长已经回复了吗 大概我们的方向是潮 我们大概就是保持我们现有的建物 然后是缓拆 然后还给国有财产署 然后再由庙方他们未来 自己再去跟国有财产署进行租用 所以市府的方向是朝向就是说 把我们整个建物先还给国有财产署 然后进行一个报废的动作 那之后我们再来协助 林水公的管理委员会 协助他们去向国有财产署 去承租或承购 是不是这样子 是 大概的方向 大致的方向是如议员所提的这样 那我比较期待的就是说 请局长再持续关注这个案子 毕竟这个其实是 从过去市长上任市长以来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原来的11区 把11区里面所乘客的案件 报到市长的事 那时候我在里面当秘书 最近从我在市长第一任当市长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 这样子也快的过了10年了 我比较期待的是 是不是可以在陈局市长 在这一任市长任期之前 把这件事情完成 那我不晓得局长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跟议员报告 基本上在我们府内的部分 大概短期内就会完成 大概至少在半年内应该会完成 但是接下来跟国有财产署之间的租用 跟未来那个庙方 跟中央的国有财产署那边的关系 比较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 所以这个部分还要请议员能够了解 但是我们在府内的部分 我们大概会进去 好所以刚才局长已经有一个时间出来 就是说 府内的程序大概半年内可以完成 半年内 那没关系 因为现在我想我们还是有执政上面的一些行政优势 那我想如果府内真的可以在半年内完成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我们可以协助庙方 透过立法委员那边的协助 然后一起跟国有财产署那边 来协助庙方来早点完成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部分再请民政局这边看 半年内可不可以加快脚步 把这件事情把它完成掉之后 因为我们比较期待 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在市长的第三任的任内完成 这部分再请局长做一些协助这样 好这没问题 只要我们做得到 我们一定会尽力来协助这件事 这也是地方的期待 我们都了解 好谢谢局长 局长请坐 好主席我的咨询到此结束 好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陈丽娜 陈丽娜议员 陈丽娜议员 好陈丽娜议员到了 十五分钟 谢谢主席 在731气爆之后 我们大概有32个市民在这场的这个气爆事件中往生了 然后在隔年的7月的时候大概就一年后 李长荣化工还有市政府还有华韵仓储同意用三方协商的方式 每一个这个罹难者跟家属和解一个人是一千两百万 那先由李长荣来代电然后将来看法院怎么判然后再来分摊这个责任的归属大概应该是比例多少 然后呢还有其他64个重伤的人200多个受伤的人还有上千户财损列册的总共 代位球场有3127件拆成6案向法院提告 然后呢还有284件是对市府做的国陪案件 但是呢这其中有些在进行当中嘛284件的国陪案件是没有一件在市政府能够通过的 那没有在市府通过国陪的这个申请之后呢 他们有15件284件里头有15件 一程序向高雄地方法院提起国陪诉讼 在今年的8月就是又隔了一年了 法院首度做出判决认定高雄市政府对于气暴 气暴案发生有公有设施欠缺等 公有设施欠缺等疏失 应付国家赔偿责任 不好意思我字一定要念对 那这是法院做出来的判决 那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你公家机关啊 这个公共设施的确有疏失的地方 才会造成这些人的损害 那所以呢有八件目前已经判的 有市政府是败诉 败160万左右 中共的金额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大概就是这几件 那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所知道的是 284件的国陪案件啊 当时如果高雄市政府能够秉持着 当时要做代位求偿的理念 为什么要做代位求偿 高雄市政府当时的说法就是说 因为民众已经遭受了这么巨大的这个变化 然后身上所受的痛苦是非常的沉痛的 为了要让人民能够赶快的远离这个沉痛 该赔偿的部分 高雄市政府先来做代位求偿 让你能够先赔 可以先拿到背上 然后呢尽快的进入我们正常的生活 但是国陪就不是吗 只有代位求偿才算是理赔的一种方式吗 也有人寻求一般的管道 我们常常发生事情的时候 只要是公家机关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比较熟悉的管道其实是国陪 在国陪的案件里面 284件却没有一件能够在高雄市政府的手上过关 他只好再往法院去做诉讼 那这样怎么办 这15位的部分 他们没错 他们很勇敢 284件也只有15个在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这些人呢到最后 真的得到一个法院给他们的答案 判他们胜诉 但是高雄市政府不服输啊 高雄市政府还要再上诉 还要再上诉 前面代位求偿的时候不是说的顶好的吗 让他们赶快远离伤痛吗 法院都告诉你市政府有错了 市政府还不愿意认错 还要再上诉 你在把这些 284件的国陪的案件的这一些民众 继续让他们活在这个沉痛当中 这个政府只有 这个政府只有是对的 没有是错的 他是一个没有错的政府 这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 做一个人 通常我们都知道我们一生当中一定会有错的时候 但是我们要修正回来 让我们知道路应该怎么走才是对的 但是高雄市政府却是一个永远不会错的政府 实在是让人太惊讶了 可以说 不认错 不认错 不认赔 这就是你们的诉讼策略吗 你们就是这样 在处理下国陪的所有的灾民吗 马上陪有那么困难吗 有那么困难吗 都输了 也不过是160万 有那么困难吗 还要上诉 那真的是为了钱吗 我看起来似乎不是 看起来还是只有为了一个 局政府绝对不能错 局政府是一个不会错的政府 所有的局处首长必须要帮忙维护 他是一个不会错的政府 他没有认错的时候 这个政府永远都不会有错 错的只有人民 谁叫你们要在那个地方住 谁叫你们要经过那个地方 倒霉嘛 是不是 再来我就是要问一下 我们法治局局长 真的很痛苦的啦 说到这一段 我们法治局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我怎么要问你旋转门啊 刚刚不是在讲气暴吗 是不是 嗯 气暴 已经上诉了吧 是不是 请局长回应一下 局长 气暴现在是不是上诉了 那些高雄市政府败诉的部分上诉了吗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目前是上诉中 上诉中了嘛 是不是 好 那我再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何谓旋转门条款 简单的 简单的讲就是 他之前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 那之后 他可能就不适合再从事相关的 可能有利益冲突的事件 好 来 我第一个要先谴责一下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不应该要上诉 局长你先请坐 旋转门条款又称为公务员离职后利益回避条款 是公务员服务法第十四条之一 目的是为了要做什么 防闭防止公务员利用其服务公职之机会 累积日后转业之资产 以便日后任盈利事业时 循员任公职时之管道或机会 谋取不当利益或取得其他竞争者 无法享有之便利 好 那我说公务员服务法第十四条之一 都是旋转门条款 公务员离职后的三年 不可以担任 与其离职前五年内职务 直接相关之盈利事业之董事监事经理 执行业务之股东或顾问 这就是旋转门条款 你知道高雄市政府 谁违反了旋转门条款吗 谁 局长请回答 你敢知道 谢谢议员 我想您指的是许副市长的部分 是 许副市长违反了旋转门条款吗 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 是吗 是 好来 谢谢你先请坐 许副市长呢 是在2013年的8月5号 离开了高雄市政府 当时他所在的位置 就是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法治局的局长 他做了四年半 他做了四年半 之后呢 他就重批律师袍 他成立了一个叫许铭村联合律师事务所 他是许铭村联合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 然後呢 这是他的网站上面的内容 他网站上面的内容写着 什么 许铭村律师是高雄市政府法治局局长 用心为民服务 他拿来做广告用 他拿来做广告用 这个是在2013年之后 我相信很多的这个 叫村长啊 他成立的时候 都有到现场去啊 那离职前五 前五年的职务相关之盈利事业负责人 有没有违反旋转门条款 有没有 局长你再思考一下 有没有获取 因为他借用职务之便 来获取不当的利益 我刚刚提的啊 气爆的15件 国陪案件 律师是谁 就是许铭村啊 就是许铭村啊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也很多啊 从 14年 15年的 2014 2015 16 全部高雄市政府 都有委托他案子 交通局 捷运局 还有高雄轮船公司 还有很多 都有请许铭村律师 来处理相关的案件 那很奇怪啊 他是不是很厉害 他可能大家都赢啊 所以为什么要找他 但是我们所知道的 国陪案件是输的 那交通局所委托他的也是输的 然后呢 轮船公司所委托他的 看起来其实也不太乐观 也可能会输 但是呢 输了这么多案子 为什么高雄市政府 还是各个局处 只要有案子都送到 许铭村律师事务所去 为什么啊 难道大家都不知道吗 难道法治局不知道吗 法治局不知道要回避吗 法治局是不是也违反了 旋转门条例 因为他把利益输送给前局长 这个在上面看起来 其实是成立的 是成立的 所以呢 再来我就要问一下 到底 到底 许铭村律师 沿染了多少 高雄市各局处的诉讼案 总共收了多少的律师费 我陪的15个案件 是不是 由许铭村律师来承受 他来接 委托金是多少钱 二审呢 现在你们要上诉嘛 二审的这个委托律师又是谁 是不是请局长回应一下 是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在 许副市长他 他之前 从法治局离职之后 他是回复到民间的 那个律师事务所 来担任律师 那他所从事的业务 其实事实上都是跟律师相关 跟诉讼相关的业务 那各局处的委托 基本上会看案件 以及这个律师他 承办案件的能力 跟专业去做评估 所以委托的部分 应该是各局处自己去委托 好 没关系 反正就是真的有委托嘛 但是多少案子呢 案件我们并不清楚 请你后续统计出来以后 一份资料给我 好不好 所有的委托 各局处委托的案件 请统计出来 只要是给许铭村律师的 那在气爆的15件 应该就是你们自己的事了 总共委托律师费是多少 不好意思 因为气爆国赔案 其实不是我们委托的 是消防局的做权管 好 那也请消防局 到时候请 是不是法治局也统一 把消防局这边的金额列出来 是 我跟议员报告一下 那二审又是谁 你有没有掌握 我们知道 是谁 就是我们现在代位球场的律师 是 是哪一位 黄慧婷律师 所以二审全部交给他吗 是的 好 OK 谢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里头 你已经也说了 这么多的案子 是交给了许明春律师 然后呢 在气爆国赔 当时一审的时候是许明春 因为我们调出来的资料 的确没有错 可是我跟议员报告一下 因为律师案件在市府里面 不论你委托哪一个律师 我们一审原则上是五万块 那二审原则上是六万块 这许明春律师事务所 所以十五件一审五万块 他就是等于是 75万的律师委托费嘛 我的意思是说 他的费用 跟一般的律师是一模一样 并没有因为这样 有任何的利益 就是说 他这个是为了他的专业 为了事务所 是 局长你显然不晓得 什么叫做 宣传门条款 你所说的都是了 你所说的都是了 所以呢 你就知道 当时你阐述 你只要直接给了这个人 他应该要知道要回避啊 他没有回避就是问题所在 中间所产生的这些关系 你刚刚所阐述的 其实一切都是了 事业务跟这个部分 没有回避的问题 不好意思 是 你再回去回头想想看 他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刚刚你已经都先 帮他做证明了 所以呢 在这个许明春 变成副市长之后啊 那 有这么样多的一个事件 那我们再来就是要问一下 像这样的副市长 刚刚局长也 的确你 急着要想要帮副市长做变白 我们也很希望他是清白的 可以继续为高雄市民服务 但是必须要是清白的 所以呢 许明春 好 一文中 谢谢 在这边我们就要请法制局 是不是应该啊 你自己也要 要自清一下 也帮副市长自清一下 整体所有的东西 全部整理完了以后 主动送检调 主动送检调 局长可不可以做 请你回应一下 这个没有违法的嫌疑 所以基本上没有送检调 如果你觉得没有违法 没关系我执移嘛 我执移嘛 我执移嘛 整理给议员这边了解 是 有我来售吗 他基本上 没有违反选长们 条款的这一个部分的说明 我们会整理一份给议员 是 不是 我需要的资料是 你刚刚我所提的 所有他延览的 所有的案件的部分 只要是市政府的 请你把它呈现出来 刚刚所提的金额的部分 到底有多少 请把它提出来 这些证据提出来 法治局提出这样的东西 你们才可以自清啊 认为就是说 这个东西过程里头 没有问题 那没关系 局长如果不送的话 那我们来代为处理 那这样子才能够 我想这个部分 绝对没有议员所质疑的 这一个违法的问题 但是呢 这个部分我们也很乐意 就是让市民来检视 这整件案件 就是所有的案件 以给许民村律师事务所 处理的合法性 那些 我们会跟各局处 跟他们询问看看 是不是可以方便整理给我们 因为所有的律师委托案件 都不是法治局委托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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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是我们派的 法治秘书都不是法治局的人 那你们可以订问一下 我们会尽量协助看看 我们会尽量协助看看 这样的动作 那你为什么下次要律师要做 我们不认为他有违法的问题 这个我再次强调 是 其实律师也不是盈利事业 我先跟议员讲一下 因为我个人也是律师出身 他不是盈利事业 没有旋转门条款的问题 是 我们会 我们会 回去之后 我们会跟各局处 来做这样一个 资料的会诊 那 我们也尊重议员自己的决定 这样子 好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李乔鲁 15分钟 主席等一下 我的影片还没上 好 主席 各位行政部门的团队 还有在电视机旁的观众市民们 还有记者小姐先生 大家早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 民政部门的咨询呢 我要 针对 一个地方社区的发展的历史 好 我必须先把这个历史展现一下 让我们的民政局 张局长更了解一下 这个所看到的图腾 它是现在我们非常引以为傲 智豪的 它叫美术馆特区 美术馆特区在民国八十八年前 曾经倒了四批的投资客跟建筑商 倒了 它以前是工业区 曾经说是要开发 但是延拓二十年都没有开发 高雄市民的这个建筑 给他倒四批 然后到了民进党开始执政 非常有效益的 从民国八十八八十九年开始 一直展现到现在 所以现在的美术馆的公民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历史 所以我告诉张局长 还有市民们 李乔如是 所以可以为美术馆说历史的 一个民意代表 我从他在工业区 到民进党执政之后 开发到现在 是南台湾最适合居住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我要请教张局长 高雄市古山区 有一个路名 它叫做西藏街 然后西藏街 它又叫做图伯街 那么请张局长你说明一下 为什么西藏街又挂湖 叫做图伯街 来你说明一下 李远 我想西藏街又叫图伯街的原因 是因为图伯 其实是西藏的 在地的语言 怎么讲 我们应该是说西藏 我们叫西藏 西藏 但是在西藏语 那个所在 其实它的名字叫图伯 等于我们是证明 真的 好 那我请张局长 请你用台语 念图伯 这样 我想这个不是用 你念得出来吗 跟预言报告 这个就跟我们在 不是你讲 我后面我会再讲 你不用紧张 你用台语 讲图伯两个字的台语 因为这是阴 阴 对 我就要听阴 我就要听阴 他叫图伯 图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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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你请说 他要做图伯 你知道吗 站在台语 说图伯的当中 人家接到的住户 他就不满意啊 我不喜欢啊 我是怎么要叫图伯 家我是伯娘家 好 就在里面来 就说 更加上语 台语 所以不喜欢 那不喜欢 就徒增这个困扰 好 所以呢 我现在这个图片里面 让张局长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先讲一下 我们美术馆 现在开发到非常成功 所以他连带的呢 有牵动到 古山区 叫做内围社区 内围 人家说 都没有电 那因为美术馆的开发 他有牵动引导 连续的影响到 内围社区的发展 但是 不大 有不大 好 现在你看看 我们 我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是铁路 我们现在在铁路地下画吧 这就是铁路 好 这个大楼呢 就是美术馆的大楼嘛 美术馆区 这里呢 就是马卡道路 OK 好 这个横的呢 就是翠华路 这个直的呢 就是 这边 叫做西藏街 那边 我的登市的大楼这边 美术馆的特区叫做美术馆路 在同一条路 两个路名 势必在107年的时候 铁路地下完全开始完工之后 这个路名 这个道路是相通的 大概有30米 没有 60米 60米 有这么大 所以呢 这个路 是势必要整合 为什么要讲整合 整合 不是我的意思 是在四年前 碰穴 用到理教路 好不出的 这个命一 我们召开了说明会 当地两个里长邀请 然后请了一些社区公民说明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调查 非常辛苦 因为一个秘密代表 没有行政力 没有行政的资源 也没有 也没有一个行政的这个工权力 所以我们很辛苦的把所有权能找了一些 但是正反两件 好正反两件 这个就是美术馆路 跟西藏街 同一个 好同时 在这个铁路地下化之后 会产生的 还有叫做明城市路 跟逢甲路 也是 也是因为铁路地下化之后 这条两条大路 有60米以上 我看明城市路应该是有80米 在逢甲路 又是同一条路 又有两个路名 那么我们依据高雄市 道路名牌之门牌编定的自治条例里面 第三条 第一项 可彰显人文特色者 他的道路名 可以去更名的 好 第二点 延续盖地区道路性也都序列着 欸 就可以 就可以整合为一个 第三 適当的当地地理 或习惯 或且既有抑郁者 我不知道西藏街有什么意义 对我那个地方没有意义 可是美术馆路有没有意义 那是高雄市政府最为营傲的一个 大的一个社的特区 好 再依据第四条 项内小项项路者 前路街 以同一街道 同一直线或弧线委员者 可以 令定 同时整合一个街民的 所以呢 我本席所提出来的 这个两条 这个道路整合这个部分呢 是符合我们道路的这个 呃 明牌门牌规定自治条例的修正 整合为同一个 入民的要件 啊 但是喔 张局长 我们服务处办了这个 两个道路 我们都做了 那做了呢 政防两面的意见 那现在呢 我们市政府也很 很尊重民意嘛 连议算都想用公民式的参与了嘛 那如果这个修改这个道路的 入民整合 也不是说我一个议员 在议事厅里讲的就OK 这样就 就不符合我们的公民意思 我支持 我支持公民来参与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入民的整合 干系到他们的产权的权益 干系到他生活的方便性 但因为 我们举办的这个说明会 民意调查资料回来的时候 有正反两意 那正反两意 OK 我尊重最后的结果 可是 谁要具有这个公信力 那么就是政府机关 那所以我特别在这里要求 张局长 民政局 应该就在铁路 地下化 完成之前 启动行政程序 怎么样把美术馆这个特区跟古山区内围这么有连结文化历史的地方 能够把它入民整为一并 也把东西南北也搞清楚 做好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辛苦 也不是那么容易 也不是一年 两年都可以成功完成的 毕竟他牵涉了非常多的民意 不过呢 请张局长 你可以就定 范围 锁定范围 有李干事 他们也有这个里长里办公室联谊的制度 应该以行政的这个政策的方式去做一个访问问卷 或者甚至于就整个同一个案子 因为我好像知道刚刚有我们检议员也有提到其他的地区嘛 但是我们发现很巧 因为我提到的 跟他所提到的整个都是在美术馆跟内围特区 那内围也是非常有文化的 美术馆特区 他的主要角色文化叫做内围B 内围B是政令格的 他是有历史奄源的 所以因为内围B的文化 以前内围社区 他就是农地跟内围B是在一起的 那因为开发 变成是两个新旧特区 非常的清楚 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所以呢 内围社区的公民 居民有向本席提出陈情 希望跟美术馆结合 也希望透过美术馆的这样的好的环境 来给他们做一个观念上的沟通 那最起码你要先请入民整合 那我很希望说在这个大会審查预算完毕之后呢 我很希望在明年度106年度的时候 能够看见我们的民政局张局长的领导的区公所 或者你的科管这个业务的能够启动正式的来做这样的调查 来做一个不然我每次都会接到地方的这个居民的电话 因为我做过地方民意的说明会 也做过了调查会 所以他们都问说 艺人啊 你四年前做的到底是怎样 怎么都没有声音 我就跟他讲说 我没有公权力 我也不是行政机关 我只能做我的地方民意机构的结果 来告诉政府说 有这样的事件 民意的所需 那么政府就应该 用他的这个行政部门的 这个行政公权力的方式 成为一个要推动去做一个社区民意的共识 如果今天所做出来的公民决议是 No 我要保持现状 我不要更民 OK 我民意代表 算尽责任 因为我是议员 我不是在决策政政顾问的结果的人 我是建议员 我只要在这里把我所有居民 市民纯几的案子 在医师厅 向政府强烈的做好这么完整的建议案之后 要不要做这个责任就是政府的责任 不是我民意代表的责任 但是当然我也会强烈的要求 政府一定要启动 启动的结果 我们尊重民意的结果 那我们民意代表就对他们交代 我就删尽责任了 好不好 那张局长来 请你说明跟答复一下 本席提到这个事件 好 谢谢主席 也谢谢李议员 这么仔细的来跟我们探讨这个问题 我也跟议员报告一下 这个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来做全面性 局长你需要多少的时间 我跟议员报告一下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铁路地下化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过去的美术馆区 跟我们来围的地方 其实会藉由铁路地下化之后 过去是分开的两个 但是未来它其实会缝合得很漂亮 它其实会成为高雄一个很漂亮 不管是道路 环境跟空间 我确定 所以我们倒觉得说 其实如果我们 现在以个案来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那个格局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 我们用全面性的来检视 因为我相信 未来在整个缝合之后 整个地形跟地貌 会有大幅的改变 也会让我们的内容更好 我知道 局长 我了解你的意思 但是李乔柔等不及107年 你知道意思吗 你等于是108年 因为延了 108年 107年 我要选去我不知道会团吗 局长你不知道会在这些议员 这样你跟我的约束不就定一年 所以 局长 不可以再 不可以议员的咨询 等到未知数 107年之后 因为108年才会正式完工 我清楚的进度 迪雷了 所以我希望的是 OK 你局长需要时间 这个不是格局的问题 这是政府诚意的问题 你要怎么去处理 但是 请你不要跟我讲 铁路地下化完工之后 因为107年 我李乔柔 不知道 我就在25天继续为民服务 你张乃千局长 不知道 我就站在那里 让我这顺利 拜托 不要说到后面的事情 你要说一下 让我感觉到 你的诚意 对民政局的有感 你希望在哪个时候 启动 没有关系 你甚至可以在107年 启动也没有关系 请你不要再铁路地下化之后 好不好 我想 刚才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希望用大格局来看 我们会即刻来做相关的了解 因为今天要更换一个地名 跟整个改变 那很深重 这个其实是知识体大 不过你们是先社区 先社区 去做一些这样的 这个我们可以来 说明都可以 这个问题 请我们的工作和合作这边 来做配合 我们是希望说在整个 未来在整个地情地貌 我们其实是有很大的期待 在这一块 好 好 谢谢局长 再后一个 重复一下 你不要流到 100 空气年12月25日后 因为我 我也不知道 我后来又在这一顺利 你也不知道 又在这一顺利 当然希望可以 但是我觉得 不符合李乔如 这个问证那样的效率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这一顺利 有很多人是享受 优惠税率的 那这个优惠税率呢 包括自用住宅 有48%左右 在高雄市 是可以 适用到自用 住宅的优惠税率 千分之二 那所以呢 中央也知道说 中央也知道说 有很多民众呢 因为不懂去申请 所以把这个 申请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呢 昨天政策有宣布 要延到11月30号 延到11月30号 民众都可以来提出申请 那以前呢 是要在地价税申报前 就要提出的 那现在呢 中央呢 特别有 这样的一个措施出来 就是要让民众呢 能够尽量在 優惠的 地价税的部分 可以享有 这样的一个权益 不會丧失 那另外呢 像有一些 重化地区呢 它可能 减半收 地价税 在两年内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有很多的 重化区都有 这样的一个 優惠的 期间 我觉得我们也 在这个部分 其实也要跟民众 多做宣导 让大家知道 其实土地减免税的 相关规定 有哪些 包括你 可能在棋楼 或者是在 呃 所谓的公共廊道 或者甚至你是一个 公共设施保留地 这个都是有 减免地价税的 那所以 我们在整个 地价税的 调幅过程当中 造成大家 民众对于 税的 涨幅过高 而产生的 負面经济效益 或者是 心理的恐慌 跟压力 导致痛苦指数升高 或者是甚至于 在经济的一个 消费上 会变成说 有一些 萎缩的状态 我觉得 这不是一个政策 所乐见的 因此呢 我在 呃 这个公务小组的时候 其实我也特别提到 希望地震局 在做所谓的 大数据的 运用分析上 作为你们在 政策宣导 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那我今天要要求 研考会的 就是说 其实研考会是在 统合 各项的政策 也在统合 市政府 各个部门 相关的一些政令 那我们今天在推一个 地价税的 涨幅的时候 我觉得 研考会 其实在这个政策的 宣导上 包括在政策的一个分析上 你们其实真的要善用 大数据 那为什么要善用大数据 其实就是让民众很清楚的知道 当你拥有自用住宅税率的 比例有多少 可能超过五成 或者是将近五成 那你拥有 享有所谓的 土地重化区内 地价税减半的 有多少比例 也许有10% 也许有5% 那或者是说 你的有棋楼 有公共廊道 或是你属于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 这些比例 我们的城市民众 有多少的比例 我觉得我们的政策上 必须把这样的比例 做一个清楚透明的公布 那让民众很清楚了解说 我们的低价税的涨幅 是对大部分的民众是公平的 合理的 那当然 一次不要涨太高 我觉得这是民众一致的希望 但是当我们的涨幅 是根据一些规定 而达到一定的比例的时候 我觉得要让民众清楚 所以我觉得大数据的运用 在分析人口的结构的同时 在分析每一个人 在税负上享有的相关的比例 我觉得这个对政策 是有很直接的帮助 所以我希望未来 研考会能够扮演一个更积极主动的角色 在政策上的 言理不只是幕后幕僚的一个角色 因为我总觉得 过去的研考会 是在做政策分析 做民意调查 然后提供相关的讯息资料 给各个部门 然后让各个部门去拟定政策的时候 做相关的依据 可是你们其实 现在的民意跟过去是不一样 大家要看到清楚透明的东西 我希望研考会 某些时候必须站在第一线 不只是公布民意调查的结果而已 是必须在政策的宣导上 你们要做到一些 比较充分的讯息揭露 包括相关的一个 像我刚刚提到 低价税的优惠里头 人口比例占了多少 那我觉得这个 会降低经济效益的冲击 也避免民众误认为说 地价税房屋税 各个税一直涨的时候 这个到底 民众的荷包要缩水到多少 大家只要一听到说 涨价百分之五十 涨价百分之四十 那是很害怕的 包括我们的垃圾费 垃圾费 其实大楼的垃圾费 上一次涨幅高达百分之四十 民众也是 也是非常的痛苦啊 觉得说我怎么会 去年开始涨价 今年垃圾费也涨价 所以政策的说明 很多时候 你必须要清楚明白的时候 你要透过很多的数据 那这个就是大数据的运用 其实今天坦白讲 很多先进的企业公司 他们都已经在大量的使用大数据 那我想 天卡会也很清楚这一点 那主委可不可以就这个部分 你先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跟议员报告 其实我们已经在进行 我们也准备了一个懒人包 是 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这里 如何省钱 刚刚议员已经讲过 他有三种是优惠税利 包括自用住宅 公共设施保留地 事业用地 还有有两种是免征的 包括非都市土地农业用地 还有另外一个 那有三种是减免税利 所以 我们把它弄成比较简单 这个很快就会传出去 那我们也跟民众说明 事实上用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去年是 低价税989元 那今年是1324元 那增加335元 那增加335元 就是说到底有多少 让大家心里 比较了解 那的确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局长 主委 我们市政府现在有开始在运用大数据 这样的系统 有 那我希望研考会未来在政策上 可以在这个部分 多做相关的一个运用 那民众对政策充分的了解 我们也尽量用最简单的文字 让民众来了解这些信息 是 主委 如果你有相关大数据的一些资料 可以再提供给我 好不好 主委你请坐 那第二个我想 我要来提到说 我们11月8号呢 其实媒体有报道 新南向基地 总统是点名高雄 那么 新南向政策呢 其实有很多的人 其实对这个部分是很关注的 那因为我们的中央 其实也非常的关心 为什么要做新南向政策 其实我上一次的部门咨询 我也约列有提到了 因为我们的 国际的一个角色 跟国际的一个交流呢 其实我们必须越来越重视 在东南亚的这个布局 那所以 为什么总统要 总统要点名高雄呢 其实特别提到 新南向政策 不仅是国家的层级 总统有这样讲 在城市的层级 其实可以有更积极的角色跟作为 那么高雄对于 新南向政策呢 其实总统认为 有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 未来呢 能够成为 新南向政策的基地 那么 既然中央这么 气重我们高雄市 那高雄市呢 其实 确实过去 有很多来自 东南亚的新住民 以及外劳 那 在我们高雄市里 到底有多少的比例 人口 是属于新住民 还有外劳 我觉得 我们在这个数据上 我相信市政府是有掌握 我不知道民政局这边有多少 等一下你跟我说明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在新住民的这个相关的辅导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计划里头 其实我看历次的 我们民政局的业务报告 包括你这次的业务报告里头 都有谈到 但是我总认为 过去好像比较偏重于跟他们感情的联系 以及办活动 就是说可能 有一些他们过去的民俗捷径的活动 那让他们能够回忆家乡味 就是有那种回到家乡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 新南向政策呢 就不会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层次 我觉得新南向政策里很重要 我们会重视人才的交流 那这人才的交流 包括教育上的一些相关的 所以过去我们比较会在学校里头 所谓的这个学生的部分的一个交流 可能来自于其他的区域 但是未来也许东南亚的学生 到台湾来读书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那另外呢 我们必须积极的在我们的城市里头去培养 这个东南亚的人才 包括语言的人才 包括对他们的人文 教育文化方面的人才 那这个新著名呢 他很多可能就是外籍配偶 所以他生下来的小孩是我们台湾人 那我们台湾人的小孩呢 可是他不会讲他妈妈的母语 那所以我觉得 当然现在很多的学校里头 有这样的一个语言课程 我知道但是他的比例其实不是很高 那我所了解的是我们很多新著名的孩子 依然是不会讲妈妈的母语 那这个其实有点可惜 所以过去我们可能对于东南亚的这样的一个外籍配偶 我们不是很重视 说真的甚至有点可能是把它视为比较边缘的 或者是有的人是会歧视的 那我觉得这观念真的是要改变 所以新著名的孩子 第二代甚至于第三代 能够好好的去培养他们 让他们未来成为我们在外交上重要的人才 包括经贸包括文化交流方面重要的人才 那这个其实要透过民政局 因为民政局你不只在跟新著名的接触上是最直接的 那透过邻里的一个安排 其实不仅是做到关怀 也做到教育 包括人才的培育 所以我想问局长是说 对于这个部分你有些什么样新的构想 针对我们新南向政策 我们将来怎么样去重视我们的新住民 以及他的第二代的发展 这个局长 你能不能就我这个问题做一个回应 好 谢谢主席 也谢谢林议员对我们新南向 特别是在我们在新住民姐妹 还有他们的多元家庭里面的这个议题的关心 我想其实我们刚才就如同议员所提的 我们目前在全高雄市 我们在整个新住民的人数上面 大概是4万7千多人 那其中当然 全高雄市 对高雄市的部分 那当然在东南亚籍的大概是在1万6千多 那当然还有我们的港澳地区的 对不起 就是我们的大陆地区 还有我们的航港澳的部分 大概是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刚才所提的 我们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新住民姐妹 有一些生活关怀上的适应般的开设 其实我们在之前 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 所谓的二代赔力 因为我们觉得 除了我们帮忙我们的这些新住民姐妹 协助她们适应生活以外 我觉得其实对二代的充全 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乐见看到 很多现在新住民姐妹 她们的二代 她们的能力都已经增强了 甚至我们也看到 她们的二代这些孩子都已经上大学了 那我们觉得说这些新住民的二代 其实我们的二代其实是未来我们台湾 往南向政策里面非常重要的兼兵 所以我们在整个新推出的一些策略上面 我们开始会再希望就是说 我们能够把南向政策的一些赔力 然后让我们这些二代的孩子 其实让他们更清楚 那在更清楚的后面就是说 他们其实可以在整个南向政策里面去找到 他们可以发挥的位置 那这当然也包括我们未来的外交 经贸 我们的那个整个教育合作 医疗 还有姐妹室 甚至我们的观光的发展 像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也期待未来 我们的南向政策能够宣布到 我们中国陆客没有来的这个空缺的部分 那我们就需要大量的这些 所谓的我们这些导游 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不管是在姐妹 或者是新住民姐妹 或者是我们的二代培力里面 他们其实都能够在这个角色上扮演出 很特别的一个位置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去修正 我们一些过去所办的这些活动的内容 方向 对 所以我们其实觉得二代培力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局长 那我问一下 二代培力的预算经费是来自于中央内政部 还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其实应该是跟议员这样报告 我们在整个新住民 我们现在在高雄 我们其实有新住民姐妹的一个办公室 一个办公室 是 那我们其实就在里面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方案跟政策 在做这个赔利的推动 是 好 局长那希望这个部分 新住民的部分 我们还继续努力 会 好 谢谢 谢谢 请坐 谢谢主席 谢谢 我们休息15分钟